这期视频来填一个坑 之前讲6月份完工的尖16 现在都拖到7月份了才开工 这期视频是机体结构部分的搭建 就直接开始吧 2月1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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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尖锁的骨架就基本上搭好了 下一步的话就要给这个飞机上面全部蒙一层青木板 就是这种 这一台全部是青木板 这个是两毫米一片的 要蒙完板这个机体才有强度 现在是换换洞还没有强度这个机头 蒙好之后再给它表面再刷一层玻璃杆 这样强度就特别好了 然后这个飞机的电子设备我都还没有买 发动机也还只有一台 还要再去买一台发动机 还要一台那个8公斤的窝盆 就是我那339上面钻的 然后这个舵机也是 后面投入还挺大的这个飞机 你们要给我投币 不然我都会买不起这些设备了 后面预计的话还需要投入个 两三万块钱是最少的 这架飞机 现在这架飞机这个机头罩这里有点问题 它说这个直的应该有点微微朝下 没事反正这也给它换成三级打印的 飞机的进气道前面和尾锥 也换成三级打印 这几个地方的角度过度特别大 用轻木制作的话不太好制作 直接用三级打印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这架飞机制作完了都还需要满长时间 我是布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